乐视被传陷入贷款危机 资金链疑似出现问题后 乐视股价直线下跌 据时代周报消息 自11月2号起到11月18号 乐视网市值蒸发人民币63.63亿元 接近台币300亿元 媒体就报导包括张艺谋 王宝强 刘涛 孙宏雷 黄晓明 等数十位的明星投资 恐怕也惨遭套牢 他们投资主要分布在 乐视营业与乐视体育两大板块 而乐视今天也发表最新的回应 表示获得多家企业金元 共有6亿美元 第一期3亿美元将在11月底前到位 但资金是溢注在乐视汽车 和LEECO Global两项事业企